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哥拆封 在这一期呢,拆封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这是在这个,有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 甚至说可以说是在搬家的时候 在一个仓库的角落当中找到的 房东跟我说,它是小孩子玩具 我回来看来小孩子已经玩到这样的程度了吗 于是乎我也想试试,我想把它拆开 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它搭起来 Let's do it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名字叫Super 3D Puzzle 它是一种超级3D的拼图解密游戏 OK,它底下的难度竟然degree of a decoded 难度值竟然是四颗星 四颗星在GTA5里面都是属于 基本上要死活不了的程度 所以它的难度相当高的 这边它就告诉你 用手跟头 它是训练孩子的这个敏捷性的 灵敏度啊,反应力的 当然了它也有一些就是 非常建议大家使用在 就比如说自己一个小工作坚 没事,想玩手工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这个是item number是201 就是说它们之前至少有200多套产品 200多,这201套也许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模型是一个像一个 巡洋舰样的东西 有直升机,有炮台 我们直接试一下 OK,每次在关键时刻总是找不到这个 拆封刀 算了,我们这个代替 这边有一个USB的这个 把销的接头 试着把它划开 这就是物以禁用啊 在关键时刻总是 还是刀子好了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Oh my god OK,直接把它拆开 这是生涯第一次玩这个3D puzzle 3D puzzle 它说里边 我再看我手没有破掉 它说这个里边呢 有4张卡 有55个这个零件 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打开之后呢 是一个海绵垫 塑料垫 4 4 What What 什么 Oh my god 有没有说明书啊 有没有说明书啊 这打开之后呢 是直接被 4张这样的纸 这不是要命吗 这怎么找 OK,还好它是 这个难度系数啊 不是瞎掰的啊 这真的是有点难度啊 先把它摆开看一下 大概是 大概是 这也太夸张了 OK,想了半天了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轮船的底部 从底部开始做起 底部就大概这个样子 就像建房子一样 从低往高的盖 OK,就放在这里参考 进行参考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底部撕下来 然后可以看到旁边有个数字编号 刚刚 这个质量有待于提高 还是我撕的不对 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编号 编号的对应 比如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 有点像这个 后部 所以啊 这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对应 对,没错 这还有一个对应 所以这前后两面都有啊 所以就是 我是这么预想 大概是这个样子 先把这个船底 我们的船舱 这个 先搞定 大概 应该是这个样子 编号有 19 什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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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有G1 G2 对不对 22 22 22 mart 22 它是连接这两个板子 所以我把它先拿出来 这样的话一下解决 瞬间解决三块 我真的太机智了 19这个质量哈 确实 OK G1接G1 我这抠手 等一下可能会一片狼藉 对 Alright 严重怀疑这个质量 OK 船子底座差不多好了 然后看看这个21 诶 这有21 可以看到这边是21 那肯定就是这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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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终于用时这个 用时无数 然后拼了拆拆了拼 重新拼了一把 然后现在终于拼成了 你以为小孩子玩的东西就简单吗 你就大错特错了 不是说我笨,确实有点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这次的拆封 Super 3D Puzzle 这是一个小孩子玩的东西 而我费尽了心思 好了,这就是每个拆封又组装 希望大家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以后看到类似的节目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